廣東話 大家好 我是電廈 來到香港 當然要消費 但是 在廣東話裡面 連錢的銀碼 都有特別的講法 快點學成 然後下次來香港掃貨吧 加油 你或者會以為 很簡單 一元就是一元 一角就是一號 然後 我又會告訴你 天真 這麼簡單 我就不用教了 快點坐好 拿筆記出來 好好地上這堂吧 金錢銀碼的地道講法 其實你是沒錯的 一元 一塊 口語 我們叫做一蚊 一角 一毛 我們叫做一號 五元 我們叫做五蚊 七毛 我們叫做七號 考考你了 如果是五元六角的話 口語應該是怎麼表達呢 給各位觀眾三秒時間去猜一猜 三 你一定以為是五元六毫 不可以說你錯 但是最地道的說法是 五個六 五個六 那什麼時候會說五元六毫呢 通常是用在相對正式的場合 例如是店員有禮貌地跟客人說 但一般的情況來說 五個六 十一個七 一百二十三個九 如果是五毫的話 我們會說幾多個半 好像是八個半 一百零九個半 以上就是涉及豪子的時候 銀碼的通俗說法 如果是整數一百元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一塊水 兩塊水 三塊水 如此類推 未夠一百元的話 我們可以說一塊水有找 如果是整數一萬元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一皮 或者一皮野 然後二萬元 我們可以叫兩皮 兩皮野 如此類推 一百萬的話 我們可以叫做一球 不好意思 一球太多了 我唯有找一個籃球頂住 我很期待 你帶一球東西來買東西 不是這個球 另外 因為香港的紙幣設計 相當之獨特 所以都有各自的外號俗稱 十元是花蟹 舊時叫做青蟹 一百元是紅三魚 五百元是大牛 一千元是金牛 硬幣 我們會叫做散子 如果是一元 兩元 五元 或者十元的硬幣 我們會叫做大餅 如果是一毫 兩毫 或者五毫的硬幣 我們會叫做蠔子 也都有個說法 叫做神沙 不過這個說法 比較小用 也都比較古老 紙幣 我們會叫做銀子 影片就先到這裏 下次來香港 懂得怎樣付錢 記得多帶點錢來 放到不夠盡興就不要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影片就先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多點讚和分享出去 教你一件事 這件事是你一定必須 必須要做的事 就是訂了啦 記得按鈴鐺 你要按了鈴鐺 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在這三個地方 可以收到地下日常的分享 旁邊這裏有我推薦的影片 想看上面還是下面 兩套都有興趣很難選的 Abs討論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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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